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永久中立國瑞士 一向以來都很少就著中國的議題發聲 但近來瑞士外交部長凱西斯 罕有地公開地警告中國 究竟是發生甚麼事? 凱西斯在星期日接受當地媒體 週日展望報採訪時提到 說中國正在走一條背離開放之路 如果中國執意繼續下去 西方國家將會採取更果斷的回應 凱西斯認為中國政治自由化和經濟自由化 是不成正比的 而且他批評中國侵犯人權的情況正在加劇 就著港區國安法的議題 凱西斯說到 如果中國在香港問題上摒棄一國兩制的原則 也會影響到很多在香港投資的瑞士企業 凱西斯的這番表態 到底是純粹對中國作出口頭警告這麼簡單 還是會在後續採取甚麼行動呢? 就需要大家拭目以待 當然我認為最好是以和為貴 不贊成甚麼制裁 但是有輿論認為 如果瑞士真的效法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 對中國實施反制措施的時候 就會構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實際上可以去得瑞士銀行開戶口 都不會是一般的老百姓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 有六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得一千元人民幣 有九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得兩千元人民幣 或以下 所以這班人 就算怎樣存錢 瑞士銀行都不會理會 都去不了開戶的門檻 可以去得開戶口的是甚麼人呢? 當然是達官貴人 和從商人士 從商就無所謂 合法所得 但是那些貪官、裸官 如果他們把資產 走資走去瑞士銀行 又被制裁的話 那真是一項眼淚 故此 雖然瑞士只是一個小國 但是他的軟實力 絕對不能夠忽視 海西斯採訪燈出來以後 在大陸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大陸媒體觀察者網 有一篇文章 就是標題這樣說 誰事都跟風插手香港事務 污衊中國偏離開放道路 這篇文章 對於海西斯的說法 作出了大肆的還擊 裏面提到 說時直中瑞建交70周年 瑞士卻在兩國關係中屢次製造雜音 對中國內政指手或腳 在港區國安法刊獻生效之前 瑞士參與了英國等27國發起的所謂聯合聲明 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污衊相關立法工作 破壞了一國兩制 明顯影響人權 言而公道自在人心 有五十幾個國家作出共同發言 反對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 支持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其實這些說話 用上了很多政治套語 反正哪些國家走出來批評中國 就是為之干涉中國內政 但是在這篇文章中 找不到有片言隻語去交代 一旦瑞士真的對中國採取反制措施的時候 中國可以有什麼回應呢 目前來說是找不到的 可能這些事件還未發生 好了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也有回應到這個議題 他就說 瑞士外長的言論是缺乏根據 也不具建設性 中國多次強調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 香港國安法將會使一國兩制 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中國人權是怎樣的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要看基本事實 原來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希望他們發言前 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然發言後 就變成沉印之事 就不太好 好了 另外 汪文斌還說到 中國始終堅持打開大門搞建設 在中國新一輪開放 特別在金融市場開放中 瑞士、信泰等金融企業率先受益 這句其實是用來提醒瑞士 即是要告訴瑞士 你們在中國的金融業界當中 都在賺大錢 究竟有沒有源外之音呢? 真是見仁見智 好了 歐洲方面的消息不止這單 另一單消息就要講講葡萄牙 葡萄牙的三大電訊商 近日作出一致決定 是拒絕使用華為設備 來建設當地的五支網絡 換言之 他們便會選擇 來自歐洲的諾基亞或外納信 實情這個決定 葡萄牙政府想撇清關係 他們不想得罪中國 但又礙於 美國一直向不同歐洲國家施壓 故此他們便想出這條條 就是說葡萄牙政府沒有干預他們 他用不用就是他自己電訊商的事 那些電訊商也沒有所謂 因為他們在大陸沒有生意 他們做來做去都是當地的用戶 故此拒絕華為的決定 無論是電訊商自主作出的也好 反正客觀效果出來 就是葡萄牙變相封殺了華為 當然 葡萄牙政府一方面不想得罪中國 一方面又不敢抗議美國的意志 最後只好出此下策 我們又看看華為目前的情況 在全球十大經濟體當中 其實有八大經濟體已經拒絕了華為 只有中國和德國是接受華為 中國就不用說自己生產的事 但德國我們昨天都說了 華為在德國的地位不是很穩陣 甚至可以用危危符來形容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主要是由德國總理默克爾保住華為 但一來默克爾在明年秋天的時候 就要即將卸任總理的職務 而且接下來的國會大選當中 綠黨很有機會贏得更多席位 而且加入到德國的執政聯盟當中 綠黨是一個傳統 他們對於中國的態度非常強硬 而且也有報導提及過 德國有一班國會議員 打算向默克爾逼供 就是要將華為在德國封禁他 所以到底德國能否守得住呢? 這就是對於華為來說很大的考驗 若然守不住的時候 其實就是十大經濟體 除了中國以外都沒有人用 在前陣子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曾經說過 如果英國拒絕華為的話 就等同於拒絕未來 我真是為了這些西方文明國家而擔憂 如果十大經濟體有九個國家或者八個國家 他們都是拒絕華為的話 他們等同於自絕於未來 所以真是難怪中國越來越強大 因為它擁抱著未來 我們又看看排名第十一至二十的經濟體 有多少人採用華為呢? 韓國就不用了 因為它本身有三星 不用用 俄羅斯就有用 澳洲就不用 因為澳洲是五眼聯盟國家 早就已經封了華為 西班牙也是不用的 墨西哥未定 印尼未定 土耳其和華為有合作 很緊密 荷蘭也是不用的 沙特阿拉伯就是未定 瑞士也是未定 就算一路數下去 都只有兩個國家已經鐵定使用華為 俄羅斯和土耳其 有些國家也未定 有些也不用 就算再數下去 其實很多都是不用的 所以這些國家真的沒有未來 根據劉曉明的邏輯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